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姐 金文物書的情供 那今天呢 我們能來到清水這一間 這一間呢 無數次啦 其實來到這一間非常喜歡打公仔 因為這一間其實公仔台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就再來打一下上次這一台吧 你看 這一台上次我們有挑戰過嘛 欸 多了一個池 多了一道防禦 但是我們就想說 台主因為他多了這道防禦 所以他公仔變滿了一點 上次有這麼多嗎 2 4 5 沒有那麼多 上次大概少個一兩盒左右 然後這一次呢 台主又多放了一個這個 夾6送 A賞魯夫 所以我們真的想 我們可以再試著玩一看看 不見得要夾6 但是我們可以試著 我相信這個點應該是完全死掉了啦 沒辦法了 所以只能從二樓把它硬打打打出來 沒關係 我就再來挑戰看看 打個一兩盒 對啊 而且這台可以甩鬆啊 我覺得好像可以捏 我就一直把它甩到最鬆啦 你看 它會要一直甩一直甩 你看它會變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硬扒 拉得到嗎 欸 拉得到 有有有有 靠 哈哈哈哈 拿得到 拿錯位置 喔 下限長度 呃 還不知道 但是我再試一下 沒有啦 誤會了誤會了 只是它的下爪好像有變慢 你看 你看 嗯 好像有變慢 沖 丟不上去喔 對啊 哇那這一盒 我原本想說這一盒應該直接出了耶 把它斑斷 那我就拚個彈 彈 彈 彈不出來啦 沒關係 那就再來吧 我把它東西都拖上來 哇這個超大甩幅 如果在上面甩打真的是超好打 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子 可以可以 吃的到吃的到 這樣子吃到 嗯 硬吸 我試著看能不能把它 硬拖把它拖過來 踢過來 嗯 這樣子 可以啦還是抓的到還是抓的到 可是你羅傑要動一下 羅傑在哪 後面 也是可以啊 就稍微給它直上一下就好了 拿個動 嗯彈一下 因為這個甩幅它其實 它做到最極致的時候 你可以抓的到一個 晚拍鍵 好就這樣 因為那個晚拍鍵的感覺我不太會講 因為在上面其實 有時候你的拍鍵十幾點不一樣 你的甩幅 我原本是這樣子甩 它會 它會 怎麼講 嗯 然後我晚拍的爪子就很奇怪 那個感覺我不會講 那就是一種 打台的手感 打久就會了 嗯要打久 然後你要看這樣子 越甩越鬆 撈手就會了 對啊 你看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我會 我會讓它盪到 過來的時候 讓它爪子已經 已經回盪的時候 我在拍 它的爪子就會變這樣 這樣子 就做一個這個 一個木斧會不會形容 拍燈奧 對啊 一個手感啦 你自己看喔 就是這樣子就打回去了 沒有我剛剛 我剛剛拍鍵十幾點不對 來 上 這樣子 硬巴巴巴來 只是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就覺得那邊那個洞 讓我不知道 要怎麼去處理它 就不要理它囉 你看就是這個洞 但是雖然 但是它甩幅很大喔 我甩過去可以硬拗啊 拗鬼 對啊 嗯 補信你看喔 真的 奧鬼 欸唷 出到了 欸這樣比較好 欸來了 過了 它這一腳過了 一個大甩幅就打 打過去了 欸 那個洞 但是沒關係 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尷尬的洞 啊 快丟 哇更開了 喔 差點吃到耶 嗯啊 來了 有了吧 來了 有了 有了吧 喔 欸這一盒是中了耶 那我幹嘛 我幹嘛跟它拚那麼薄齁 吃到 換個位置 開 喔這個時候前面有一個東西有多好啊 這盒 這盒 我也不知道 這盒 能不能捏薄出 哇 還是你把它丟上去 喔這一盒喔 試試看 是它的甩幅 哇我前面沒有一樓很可惜啊 剛剛這個抓住是怎樣 抓住直接放 好 來 雞翅寶 喔 又這樣子抓住 左右 包到女地 起來 無產你變我一樓吧 這樣算嗎 寫破 不算 哈哈 但是我想辦法我要打它那個點 我剛打掉我想辦法讓它平躺 全包 這個不行啊 我甩後面有辦法直接把它帶過嗎 不知道耶 抓著裝後面嗎 呃 卡住 它也吸不起來啊 還是你吸多一點 我再抓一個東西過來 只是你要完全拼到極致保脫其實 會很硬啊 但是也不一定 欸 過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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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它的卡車 關進了 時刻 OK 這個功能夠我真的是佩服 哈哈 拿了吧 我也挺佩服的 好啦我們就夾這兩盒 因為一開始呢 其實一開始就非常的不順 一開始其實是有一樓在的 然後呢我們那個女弟跑來這裡 然後就整足就開始在亂了 今天就比較不順 但是還好 我們還是有出這兩盒 一盒打四百另一盒打 應該是兩百左右 但是後面我又有補幣補一百多塊 嗯 所以是還好整體 其實整體它是還行 但是難易度 真的已經有提高了不少 因為光這一根都吐出來 我就看到 怎麼多一隻 多一隻 多一隻 好啦我們再去尋其他的 嗯 我們來尋下一台 因為這台之前我有打過 欸 怎麼 甩幅怪怪的 對啊怎麼甩起來感覺怪怪的 怎麼感覺好像 甩起來比較沒那麼順 兩盒一起 蛤 一二色 欸客 來了來了 那個那個 但是我覺得這一個可以先 對 以前好像比較好甩一點 嗯 就夾它 這一個 五位 欸 那一盒有那麼重嗎 重到它壓不起來 有可能喔 怎麼可能 來這樣我就不相信 來這樣我就不相信 哈哈不會 欸 欸它自己脫掉 這好拼脫高 對啊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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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麼會這樣 那我甚至要扒它屁股後面 對啊 它甩很大 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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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還是甩這裡吧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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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看看有沒有很重 嗯 有一點點重量但是沒有到非常的重 喔 它好像叫什麼 飲茶 飲茶 對啊我印象它叫飲茶 喝飲料的飲 茶的 茶類的茶 對 就是這個飲茶 飲茶嗎 真的啦 它真的叫這個啦 那一盒應該重 哪一盒 那一盒 那一盒 那一盒也重的啊 重的重的 是吧 很重 非常重 這個可以想辦法再拖過來 應該可以啦 這個可以再拖過來 彈 我想要它來補來我45度角 就是你的45度角 是有拖過來 可是它其實它這一台是會拖過的 只是它甩幅 不知道為什麼 變成 甩不太起來 對啊甩不太起來 可以可以 欸能不能直接過來 不知道讓人出來 是嗎 我也不知道 青菜公公耶 喔 可不可以膩 哇 我再小試一下這邊 然後我就直接拖那一盒 因為是真的甩不太起來了 膩起來放 真的膩不起來了 好 極致薄會脫喔 再飛遠一點嘛 那怎麼沒有撞到它再噴出來 對啊 這可不可以出來一下 出來一下啦 這個是 夾下面那一盒嗎 中間那一盒 嗯 我試試看 喔 一補起來啊 這樣 一二放 算了我先試一下這一個 這盒不行啊 那盒不行 那盒不行 然後就只有這一盒 這一盒有一點希望而已 嘿嘿放 一二外 欸 來了 是有外啦 那這個怎麼辦 捏薄還是 是有辦法捏薄 這樣子啊 灌在全包 全包好了 那它丟來前面 一二 直接自殺就好了 直接自殺就好了 一二 這個稍微再拖一下 過來 過來 撞 來了吧 我先把這一個 全包 一二 這一盒過去幫我一下 一二 過不去了 因為那邊 沒有一個東西 沒有一個助力 讓它彈一下 不然它永遠都會這樣子而已 欸 欸 沒拖 有這個角度 這角度其實是可以拖的 好了好了好了 OK 這盒真地重 拖得好 甩幅超大 很丟喔 嗯 這一台是我們來 這一場打過很多次 這一場完全沒有打過 欸 它有沒有一樓 不行啊它前面有個洞 對啊前面那個 絕對會陷到那個洞裡面去 我把這隻抓過來 放 欸 這樣可不可以 這是算三樓嗎 痾 算嗎 這個總有過了吧 你說這一個 對啊 怕它下去 它這邊有個幅度 它下去 沒辦法越過 這是 調個爪位 頂抽嗎 頂抽讓它直接飛過 啊 爪位不給我啊 欸 有了有了有了 欸 卡住啊 你看 我可不可以抓它那個角啊 你抓得到就抓啊 我說說看 因為它頂抽沒辦法 這樣 不要怕 好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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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又打了一盒白鎮 嗯 好了我們這次又夾這樣是吧 嗯 其實整體下來算蠻順的 雖然 公仔標準盒幾乎都是打成本價 然後 官盒 就只有 這個打最多 這個打到400多 嗯 然後其他 都不多 然後這個也其實也沒有很多 要抽 嗯 好那我們這次又夾這六盒吧 要抽嗎 孫悟空 超4 超 他怎麼那麼像星星啊 喔 嗯 這個回答非常的好 他為什麼會那麼像星星 因為他就是 第一階 超級賽亞人1 超級賽亞人2 3 有沒有長頭髮 第40的時候 變成一個大猩猩 喔 大猩猩然後 整個大猩猩的力量 縮回來變成超級賽亞人4 就變成這個狀態 好啦 那我們這次又抽這一盒打最多的 超級賽亞人 悟空 欸悟空超4 送給大家 好 那這一盒的抽獎辦法一樣的片尾 大家再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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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